Vi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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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我亦看過 裏面的裝潢都是很Modern 光亮 樓底很高 覺得很舒服 亦有很多客人坐在幫襯 而這邊 也看到師傅在即長拉拉麵 因為蘭州拉麵通常是即拉即煮即食 但是我們今天不在這裡吃 原因是甚麼 因為我們會去第二處 至於去哪裏 快點 我們就來到這裏的位置 身處的地方是斯加布地區 去Sheppard & Midland 4271 Sheppard Avenue East 這個商場的名稱叫做國泰商場 來這裏做甚麼 就是來我左手邊這間餐館吃東西 名字是東方宮 後面這裏 不知道大家看不見 有個 signage 是有故事的 我們不如進去再跟大家介紹 和再跟大家說吧 最近在Fairview Mall開了一間分店的東方宮 那裏跟這裏的裝修截然不同 為甚麼我們會選算來這裏呢 因為我們發現室內的裝修都蠻古色古香 還有地方我夠大 相信坐得都蠻舒服的 還有坐在這個位置 我現在側側地眼都看到 師傅在那裏拉麵 覺得好像有氣氛一樣 所以就選擇了這裏 牆上高都有很多不同的相片 我看到它形容清末 明朝 好像有那種時光倒流的感覺 剛才說回東方宮在這個位置 我相信都開了很多年了 很多時我們開車經過都見到它 我們就過門而不入 原因為甚麼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東方宮是吃甚麼的 看回英文名叫做Orient Express 給我的感覺是甚麼呢 就好像一些快餐 集水館 所以我們一點興趣都沒有 為甚麼今天會進來呢 剛才所說的 全靠因為他們在Fairview Mall開了一間分店 讓我有興趣 又不知道他們會否是同一個老闆 或者同一個集團 所以就進來這裡了 沒錯 他們是同一個集團的 所以這裡和那裏是一樣的 而吃的東西是一樣的 至於價錢方面 我又沒有真真正正去對過 是不一樣的 網友們 如果你們有興趣來吃東方宮的話 就自己看看兩間店舖價錢是不一樣的 講起門口這個Logo 大家也看到了 這裡是吃一些清真的食品的 先說一下Logo 在2007年7月 蘭州市政府就開始蒸集專門的 蘭州牛肉麵標誌 方案選定了之後 最終就在2010年獲得審批 這個圖案就是以綠色為主 同時間也象徵著拉麵的動作和牛頭 大家看看這個Logo 像不像剛才所說的呢 除了牆上有很多的照片 也有一些歷史的味道之外 我們也看到另一方面有些不同的掌項 也掛在牆上高 在東方宮吃蘭州拉麵的麵質方面 我們有九款可以選擇的 即是說麵質或者形狀 當中我們就叫了這碗是傳統的蘭州牛肉麵 而麵方面我們就選擇了最幼細的那一款是毛細 一碗正足的蘭州牛肉麵要具備幾個條件 就是一青、二白、三紅、四六和五黃 一青的意思是說湯要夠清 放進這個白色碗就比較清楚 而白方面就是有白蘿蔔 將它切到薄薄的 而至於三紅是指辣椒油 在這裏吃就是我們客人方面可以自己加進去 這對我來說會更加好 因為變了加進去的時候不會令到湯色混濁 但是我也做過一些少許的研究 就是說如果是一碗美麗的正宗牛肉拉麵的話 即是蘭州牛肉拉麵的話 就算是將辣椒油放進去 也不會影響湯色的 給大家看看辣椒油這裏 至於四六就是在說青蔥就是這裏 五黃當然是說麵 形容麵的顏色 大家看到這個拉麵很長 師傅就是接到訂單的時候 就先拉和先煮的 還有在這裏 適應姐姐都很細心 給我剪刀我們 因為知道麵是很長的 這裏的彈性可以自己喜歡多少 辣椒油就放多少 就放在這裏 剛才所說的這個辣椒油 我看了一些網上的資料 就是說如果是一般正宗的蘭州牛肉麵的話 師傅就會把辣椒麵 辣椒麵的意思就是把辣椒磨成 像麵粉一樣幼細 然後加一些白芝麻 然後將一些熱油灒下去 就得出這個辣椒油 至於這裏是否這樣做 我就不清楚了 在將辣椒油味混合湯之前 先試試湯 這個湯都很濃的肉味 至於這個麵 這一款麵 我們就是吃它的煙韌 不是吃它的爽度 至於這裏的煙韌程度 我都覺得是滿意 就是有點咬口 不錯 至於牛肉方面 就是將它 我不知道它是切還是刨 反正就是薄薄的 咬下去 一咬下去就已經是 這種叫做 鬚爛 但鬚爛的意思 就是不是很負責的感覺 而是總之一咬下去 它已經是化軟了 它要燜到相當時間才能做到這個效果 不錯 辣椒油 我不知道會否師傅這裏自家做 我吃下去的味道 是吃得出的辣油 以我自己的標準 我都覺得是OK 不是十分太辣 剛才當時應姐姐把碗麵 放在我們的餐桌上鍋的時候 都覺得是OK的 正常一碗麵 但當我們拌完之後 拌了一碗 就拌一些湯 發覺不知為何 湯真的很少 會不會是麵質吸收了湯 我真的不敢說 但我很喜歡很多青蔥 味道很香 另外我剛才的攝影師老公 試完之後 他的評論是說 發覺麵質好像是比較軟 好像人家煮得過濃了 那我就覺得 會不會是因為麵質很幼細的關係 所以吃下去的口感 不是那麼足夠 而令到覺得沒那麼煙韌 就不太清楚 但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剛才叫了另外一碗麵 那個粗度是比這個模式粗一點的 待會試完那個 就知道到底這個煮得過濃 還是麵質不夠煙韌 雞蛋 多超級的 你應該叫太多 還得到 有些部位 好,謝謝 好,謝謝 謝謝 另外一碗麵我們叫做紅燒牛肉麵 麵質的粗油我們就叫做蕎麥麵 有什麼特色呢? 麵的形狀很有趣 是三角形的 比剛才我們吃的細麵粗 只要長度也是一樣的 因為師傅手拉即拉即煮 就馬上放在餐桌上鍋 如果它粗身一點的話 會不會煙韌程度比較好一點呢? 這次真的要用剪刀 我喜歡叫做紅燒牛肉麵 因為它是惹味一點 就跟剛才吃的傳統有少許分別 我想先試麵質 感覺上是煙韌過剛才的細麵 但是也覺得它好像是煮過濃的感覺 它不是爽身 怎麼形容好呢? 但是真的比剛才的細麵 是煙韌少許的 我覺得這個咬口挺有趣的 至於牛肉 牛肉是野味 一咬下去已經是化開鬆了 至於湯底的味道 剛才嘶應姐姐說 就跟傳統的冷湯麵的味道一樣 湯色方面都是清澈的 都不是清澈 因為它加了紅鮮奶油 變成有些紅鮮奶油的汁 有少許的辣 但我的程度上 標準上都不是太辣 為什麼旁邊有一碗羊扒 因為在東方宮吃麵 可以另外加一些材料 本來我們打算叫羊肉麵 我老公 但我打算叫紅鮮奶油 我覺得比較特色 所以大家都開心 現在叫紅鮮奶油麵 加一個羊扒 是有骨 是有很多的 就這樣看它 即是我未吃之前 它都是很完整的 感覺上好像不是很軟 只是純感覺而已 因為它是完整的 吃下去是軟的 但是呢 有一點很失策 我想是 本身的羊扒 它已經是燜好了 做好了 如果客人要的話 就淋上熱湯 為什麼我覺得這麼細緻呢 我想心取青的朋友 你都知道我想說什麼 就是它一部分 可能是浸了湯這一部分 這一部分 給大家看清楚 這個部分就是熱的 但是上高 因為沒有浸到湯的關係 但是它一早已經燜好了 所以是冷的 一會兒要跟師傅反映才行 牛肉方面 應該是用牛腱的部位 這個麵我要吃了很多口 我才能夠再說一次 因為我發現會不會是我不懂吃呢 我感覺上它那個質地 不可以叫煙韌 它那個感覺是像什麼呢 像是外邊是軟 比較熟 而裏邊呢 就反而好像緊緊熟 給我感覺好像煮意大利粉 al dente 的感覺 就是 就是那種感覺 還有 剛才說的 al dente 意大利粉 我也都覺得蘭州拉麵 有一點點 更綁 因為有很多種不同的 粗油程度 不同的形狀 跟意大利粉的相同之處 除了說它是有一個不夠熱的那種的效果 或者感覺之外 我想跟大家說說這個羊馬 是有皮的 連皮 它的做法 食品師老公說 就類似一個清湯牛腩 就是比較清一點 味道方面 都是吃到一些酥味 如果網友們喜歡這種味道的話 也可以叫你試一下 最近我們除了外上吃蘭州拉麵之外 還有這個肉甲膜 是陝西的一個小食 之前我們試過兩間的肉甲膜 跟這個外形有些分別 跟大家說說 之前吃過兩間的肉甲膜 名稱叫做老同關肉甲膜 而這個就是叫做白吉肉甲膜 在這裡有兩款可以讓我們選擇 一種就是白吉膜 純粹是一個燒餅 而這個就是牛肉甲膜 裡面是有肉的 外形來看 它的肉都很多 但是好像不太爆汁 會不會是放了很久的關係呢 至於它的膜 都燒得挺漂亮 如果我個人而言 我是比較喜歡吃老同關的 因為老同關是很脆很酥 而且它的層次分明很多 一咬下去就是脆到要吊渣的 但是這個白吉膜 就比較近乎一個燒餅 正常這個肉甲膜應該是整個拿來吃 就好像一些本地主流的朋友吃漢堡包 或者我們華人吃漢堡包 但是因為太輪盡了 我又不想在面前咬到很暖 所以不如試一下就這樣撕掉肉甲膜 看看脆度或者質地如何 不過我想我還是要一個溫馨提示 網友們如果你們來吃的話 你應該是吃的時候才點餐 否則好像我們放在餐桌上 那裡有幾分鐘 就影響了它的質地 對於餐廳來說 我覺得也不太公道 但是這樣 原來很脆 而且如果是陝西當地的朋友 吃這個肉甲膜 如果是一個叫正宗的吃法 就會叫買一碗鴨湯 首先 剛才也說了 肉甲膜是脆的 OK的 我又很想嘗試肉如何 那些肉做得漂亮 會是怎樣 會是肥而不膩 瘦而不踩 多厲害 好香滋然味 我吃到一些肥肉 但是都不是很肥膩 做得到這個 至於它瘦的部分 都不是很柴 唯一我要彈它 就是不夠多肉汁 那會不會真的放在那裡 耐久了 那鏡頭背後 我想我要整個拿來咬 會比較好一點 餡料和牛肉方面 剛才所說有些孜然的味道 但是剛才我們吃下去的時候 攝影師老公就說 不單是孜然味 覺得它的滷水味都不錯 那我又覺得未必叫滷水 因為應該是一個醬 應該叫做一個臘汁 臘肉的臘汁 就是醬醬的醬 所以味道也不錯 說回這個百吉膜 如果做得漂亮的話 應該有一個口缺 口缺是這樣的 就是虎背 銅環 菊花心 主要都是形容膜的外形 現在我看這個 雖然它已經是切開了 讓了一些肉進去 即是夾了一些肉 但是我就看不到 剛才它所說的虎背 因為虎背 即使是夾了一些肉 也好 它應該是脹身 也會看得到 那銅環 就是形容它 應該是一個圈一個圈 也看不到 另外菊花心 即是那個膜的中間 應該是會隱約看到 一個菊花這樣的圖案 但是也看不到的 餐館方面 就送了這個甜品 給我們 是南瓜餅 剛才我們就問了 市映姐姐 會不會都是師傅自己做呢 答案是並不是 都是他們買回來的 看起來很香脆 而且炸得顏色很均勻 好熱 剛剛炸起 是很嚼勁 裡面的餡料應該是紅豆用來的 雖然不是師傅自家製 但我也覺得挺好吃 我們進來坐下來之後 吃到現在為止 我看到很多人客進來 除了我們華人之外 還有一些不同民族的朋友 相信他們都是一些回教徒 又或者是穆斯林 因為這裡是賣一些清真食品的 所以我都會覺得 挺配合多倫多多 多元文化這個社會 喜歡吃一碗正宗蘭州拉麵的朋友 有或者是陝西特色小食肉甲膜的 請來給我們一個Like 又或者來到東方宮 不同地區試一試他們出品 剛才所說 他們最新的店舖 就是在Fairview Mall開了 如果是逛逛街 坐下來吃一碗麵 都是挺好的選擇 喜歡我這條短片的 請你Subscribe和Share 給你的朋友知道 讓我多些朋友可以看到這條短片 可以來試一下他們的手勢 我們下一天再見 拜拜 我們下一個禮拜 連鰐都是尊重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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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從一個集團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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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